字幕志愿者 資產 這樣簡報看得見嗎 可以這樣OK 那滑鼠看得到嗎 有 OK 有有有看到 那我要看看翻頁它有幾次嗎 要不要翻一下 這樣看得出出我翻頁對不對 沒有耶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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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嘴巴講說翻頁 然後你就真的看到有沒有時間 所以 ok 所以 所以要翻頁之後可能會有一點幾秒鐘 ok 我不差 ok 那如果我現在在全螢幕模式 看得出我翻頁 我看一下 這樣有翻頁嗎 你是 目前不是全螢幕模式的樣子 目前他的投影模式是全螢幕就對了 對 目前還有那個 被忘稿 ok 所以他並沒有辦法進入到 ok 那就只能這樣 ok 那真的我就這樣講吧 沒問題 好 好 那 剛好時間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所以我會直接開始講嗎 ok 好 大家好 今天我曾可文 然後我現在來跟大家講 那個Alta這個 已經經過一整個cycle 還存在了一個上補的項目 對 然後我會 我的 我的這個 章解名稱就是從他的兩篇 paper 來談 你會不會就是有這個 進行台詞 有那個 造型台詞說這個第一招是無法避免的 ok 我覺得聲音有點大 ok沒有 我把我這邊一兩千條就好 ok 所以我的title是取決於就是說 他兩天特別就是 這個Leaderless Deck 還有Reality-based PsoLeader 所以那為什麼會這樣取名呢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因為 Leaderless是關於他 consensus 關於他共識的部分 然後Degg是關於他帳門結構的部分 然後後面的Reality-based 也是關於這個共識的部分 那UtXOLeader也是關於帳門的部分 所以某個意向就是說 關於一個DLT最重要就是他的帳門 跟他的 只有跟他的共識 所以這是從不同的面向來談論 Iltar 那我自己的話呢 我是這個台灣Iltar社群的一個 非常活躍的人 反正從2017年活躍到現在 那別人 大家可能會在別地方看到 比如說什麼 劇通或流動發落的 就是去年比較活躍 我是在Selona社群 但總而言之 這個我信信念念的是Iltar的這個 進展 跟他的這個發展情況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非常好 然後不論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開門 或者通知主持人來問我問題 因為我這邊我會蠻專心在講 這個我投影片內容 所以歡迎大家打 或者在最後的論區有問問題 OK 我們要進入正題 我會跟大家主持的說文解釋 跟談論不同的部分 好 我們首先來談論什麼是UtXOLeader 因為大家談論這個 雖然是帳門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要知道就是說 你的帳門到底都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是UtXOBase 就是說Unspending Transaction 就是說你某一筆錢沒有被花掉 所以你在關係的東西是錢本身 就是另外一個是AccountBase 就是說我現在花了什麼東西 我現在持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的帳 重點關係在你的帳目本身 所以我們可以從下課表來看 如果你今天是UtXOBase的話 你看右手邊就是說 我現在收到一個錢包裡面有10塊錢 我現在收到一個錢包5塊錢 所以我現在用兩個錢包 我有15塊錢 那就是什麼優點了 就是邏輯上來說 我可以把A錢包遞給一個人 然後把B錢包遞給一個人 所以他原則上不需要透透偶爾 他可以平行的去進行這件事情 那當然 他的優點是他可以平行進行 然後他也可以比較容易做到他安全性檢查 因為我是直接檢查這筆錢 有沒有被傳給兩個人 但是因為他的核心關注是在錢上面 而不是在於帳戶上面 所以他比較難去做到智能合約這件事情 當然邏輯上還是可以 只是比較困難 那相較起來account base 大家都會知道就是說你在轉帳的時候 我現在多了10塊錢 我現在少5塊錢 我現在多了什麼槽什麼東西 所以這上面你是關注在你的帳戶本身 他對於處理這個double spending 或者處理這個這個帳戶安全性的話 你要加一個now 所以他比較沒有辦法進行這個無需order 就是無需這個順序就可以進行這個交易 但是他相較起來他比較容易去執行智能活動 那為什麼還要他選擇右手邊PXO呢 因為還要他的決定就是說 我們要把layer1做到極致 那layer1做到極致的 我們要把他的安全性跟mr速度做到極致 那我們把執行程的東西放到layer主 這也是現在合理主流做法 我們把執行程跟這個共識程分成 所以對於共識程本身而已 還要他選擇比較方便維持帳本 比較快速能夠糾錯跟這個 能夠平行處理的這個UTXO ledger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為什麼他是UTXO ledger 好 那我們下一個部分就是說 整個DL開始就是關於一個 節點之間的共識的問題 就是說好 所以那個去中心化這樣的科技嘛 那你既然去中心化 你就不能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不同人們選擇的這個矛盾的現實 因為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要獲得一致性這件事情 那如何獲得一致性 一種做法就是我們大家都同意 在某一個時間點有某一個 不論是你是在POW裡面稱為minor 或在POW裡面是obiliator存在 來進行這個來生產區塊 那當然現在在很多架構裡面 生產區塊跟propose區塊要分開兩件事 但是我們先把它簡單講就是說 這是要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都有一個leader來進行區塊生產 那這樣就不會產生矛盾 因為這個時間點是你那個時間點 是我在任意時間點 如果說一個人會產生區塊 那自然就不會有矛盾 當然就是說potential有非常多人可以生產區塊 但是實際上的極端在生產 那我們看一個比較具體的這個公式大型 是Nakamoto Potences 中版稱為公式就是說 我們直接看哪一個公式 我們看哪一個鏈是 哪一個可能的現實 或說哪一個鏈它是最長的 那我們就選擇 我們礦工就第一次選擇它 那當然之後後面有一些可以被監管的部分 在說那我們現在假設所有礦工 都是可以直接發到這些事情 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你所有的區塊都有一個global order 你所有的區塊都有一個總體的結構 那你當然你在每一個區塊裡面 你能不能平平處理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你知道快跟快之間 是會有前後時間的事情 快裡面能不能夠做到平平處理 那是可能的 這也是現在很多高速電耐廠也是 不論是Solana還是之後 等於會有談到這個地的家庭 都是說你在區塊之內 搞不好不需要order 那你不論如何 你在區塊跟區塊之間 你是需要order這件事情 那當然Nakamoto Potences的特徵 是它沒有反而二級 所以你在另外一方面 你Gloachchain也可以是透過 比如說Tandemic這種做法 你就是至少三分之二人 這個大人共識之後 你可以做到反而二級 但是不論如何 你必須要有一個節點 或者一群節點在某一個當下 成為領袖或領袖群之後 產生區塊 這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大部分DLT都做反而來 你有一個synchronization 你有一個同步 你在同步的當下 有一個人產生節點 那這樣的話就會獲得公司 那當然其實區塊力 它在任何一個可能的時間點 它都不是這個可能性會發生 你看到下圖就是說 你其實是在不同可能的這個block tree中做出權力 就是說 以西蘭也會對這個uncle block有做出獎勵 就是說你可以對出區塊中的獎勵 那所以你其實在不同可能的版本現實裡面 你實際上大家用獎投票做出權力 它不是就是說我們就只看到一個區塊 就是一條鏈就走一條鏈可能產生 那當然實際上block chain 它並不認知到這件事情 因為它其實在 它包含了大部分的情況 它就是說你包含了send 你包含了收方、發方 以及這個交易總帳本身的這個 定位這個交易的這個權貸就hash 所以實際上 它這個virtual voting就是 你可以說比較直接 如果是Nakamodafone 就是看哪一條鏈最長 大家就是投在最長的上面 它並沒有 它的資料結構本身並沒有包含了 你可以做virtual voting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件事已經非常偉大 非常突破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最早期的情況下 你只有sender 後來在這個 你知道這個Following4 這個銀行業的這個革命之後 我們有了富士機帳 所以有sender跟receiver 那你到了這個總帳之後 你有sender receiver 跟定位這個每一筆transaction 唯一性的這個hash 所以你可以說 這是三次的機帳革命 但是那會不會有第四次機帳革命 那這個DAG在哪兒就說有 那我大家就提到這件事 就是說你除了sender receiver 跟trending hash之外 你可不可以多加一個訊息 所以你就可以做到 讓這個帳本可以認識到 衝突這件事情 OK 所以我只是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 現在你可以說某個意義上 Dash它的virtual voting是比較直接 它並沒有認識這點 它並沒有那麼好的去抓到這個 衝突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是有機會做到 OK 那我們談完這個virtual voting 總統講說那這個就是 要談到這個leader目的 OK 你在一個帳本裡面 如果你有leader的話 首先你必須要去think 因為你必須要每個時間點 大家知道是哪一個 帳本的情況跟誰是 現在的領袖 所以你就會很容易產生 這個溝通上的複雜度的問題 那當然也會代表你的臉會慢下來 你不可能做到就是說 我現在算完之後 我就不管這個ghosting model 不管這個距離傳遞的部分 我就直接一口氣 這個對下去 這非常困難 那當然有一些帳本會努力做到這件事情 比如說像手碼可以做到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節點都有一個客觀的時裝 來做到這件事 這或許可能 但當然有可能有別的 這個attack attack factor是存在的 那當然那有一些別的設計上的取捨 那就算你可以做到 你沒有bottle network scene 你還是對於硬體的一種浪費 因為如果你今天有兩千 或者幾萬個非常多的節點 能夠成為potential的leader的話 你在每一個時間點 我們在不考慮分配的情況下 你在每一個時間點 你就相當於一個電腦的TPS 或一個電腦的效能 所以如果你幾萬個節點 你在一個時間點 你先不考慮分配的話 你就是有一個人負得出來 剩下的人某個以上是在進行浪 你可以說進行浪費 或者說是在等待 這是一個對於整個網路 是一個非常浪費的這個事情 就是你讓這些硬體在那邊 這樣沒有做事 OK 因為我們在同一個時間點 為了避免矛盾 如果你要選擇用領袖的model的話 你為了避免矛盾 這是個不得不然的做法 那當然最後一個問題在於 如果你有leader 而是minor 而是verify 就是他不論是進行PLWA或GOS的話 你一定要讓某個人替你做事 而不是你自己做事的話 你就必須要付出費 你就必須要付出手續費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有這個經濟上的用意 就是說對於使用者而言 跟對於驗證者而言 這是一個很明顯是有利益衝突 所以你在一個有leader的情況下 他有不同的問題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選擇做Leaderless 那當然Blockchain它本身的架構 就非常困難往這個Leaderless做賣 因為它每一個時間都是一個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後面提到說要用DAG這件事情 OK 好 所以談論為什麼需要這個Leaderless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談論 這個區塊鏈這個取來嘛 大家可能會知道 不過是要做快速的補習 我們都叫區塊鏈 它對於這個帳門需要一個總體的Hotel Order 就是事件不能夠一起Proser 你一定要Spa上面有前後的順序 至少在快跟快之間是這個樣子 那同時你選擇要有leader之後 Leader他create他的交易是有一定的TPS 那如果我們要求這個帳門是非常安全 就是他有這個三角的安全性的話 你很自然就會對於區中心化跟安全性做出取捨 抱歉 你很容易就對於區中心化跟對於規模化 容易做出取捨 如果你非常的去中心化 讓每一個人都會跑節點的話 那至於他每個接電能夠產生的這個TPS就並不高 所以這也就是譬如說 Bitcoin或者Ethereum這個選擇 我們拿到安全性跟去中心化之後 我們把Spa放在別的地方來處理 而不是在Leader1本身做出處理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別的選擇 比如說你也可以拿到Spa跟Security 但是你不去中心化 這也是個選擇 那當然也可以跟Cosmos一樣 就是說我們沒有Shared Security 所以我們同時做到Scapability跟Decentralization 那也會有別的問題 OK 所以我們很簡單地想就是說 但這並不是一個數學定理證明 就是說這三者是為三的這個要求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好像做出了什麼多的假設 以至於區塊鏈必須要在三個困境中做出選擇 會不會這是一個自身所招致的限制 這個限制搞不好本質上不存在 但是人為所招致 就是你做出了多餘的假設 可能 這是DAC也就是Alta所做出的這個研究法這樣 這張圖我 然後現在這頁這頁這張圖 我是故意從Kalamo網站上拿下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那Alta跟這個DAC 這個DAC流派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某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從 很像是從這個區塊鏈不可能的三角 你拉高一個維度之後 你就看到這其實是一個 凶化障的不可能的這個視角 某個頁上面很像是 你從那個布拉圖的這種洞穴域園裡面 你從這個 你從茶圓中 你看到的真相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DAC流派的轉移師就是說 你因為要求的帳篷必須要有一個權域的結構 所以你才會限制的這個帳篷的可能性 如果你不需要權域結構 你就可以達到共識的話 那搞不好你可以拿到區塊鏈三個限制都拿得到 你可以同時做到安全性 扩容 以及去中心化 只要你的帳篷本身不需要有一個 你不需要一個DOTAL ORDER的話 那你就可以邏輯上講說 那確實他有可能可以同時做到 去中心化以及做到這個規模性 那當然你就確實你放棄了 他在Layer1可以做到DOTAL ORDER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把這件事做到Layer2的結構 透到執行同域結構 所以某個意義上 這是大方向 這整個IALTA或整個代格大方向 就是這個DOT quadruple 就是去中心化的帳篷是一個四難問題 而不是一個三難問題 我們沒有必要 因為假設有TOTAL ORDER這件事情 侷限在區塊鏈三難這個情況 那這個這方面我們可以看 如果對這方面比較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IALTA的現在的官方物理 我放這一頁最主要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除了放IALTA非常漂亮的視覺設計之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IALTA其實他對於開發者 現在也是有在進行這個 你可以說他的官方物理機 有在進行大量的平台 這當然也是要感謝Annie 跟過去這幾個月 加入IALTA團隊之後 做出了非常多的這個reorganization 跟這個redesign這個情況 那當然這張圖 其實IALTA的WIKI 也就是剛剛我們談到的東西 你如果不需要一個中心化作 你不需要一個bottomnet進行打發揮成塊 以及對所有的交易進行排列的話 你可以以每一筆交易作為本體 每一個人自行發出這個交易 來打到共識的話 雖然他們沒有辦法做到Focal Order 但它是scalable by itself 所以這頁的重點就只是說 如果大家對於這種 剛剛可能講的比較抽象 大家想要看更多的圖的話 你可以取IALTA的WIKI來看 那這是IALTA的官方團隊 非常認真在維持他們的WIKI 至少就這幾個月也就大 有大幅的更新跟迭代 好 我們現在就講到這個 那我們再用更具體的條列式的形式 來做DAC的一些好處 那你這個 你有網狀結構的話 你就可能可以做到Felix 如果每一個人通知是這個驗證者 也是使用者的話 如果你是Felix 你就有可能可以做到 Pure Data Transaction 你才能夠開啟ILT 跟其他的這個商人應用的可能 任何再小的Felix 都可能會影響 TO的這個政府的Mess Adoption 所以Felix對於一些應用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也是DAC最開始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也非常需要 這個DAC的其他聯合性 他能夠做到這種情況 可以做到HighTBS 那當然我現在談的是IALTA 2.0 現在IALTA 1.5 還沒有到達這個情況 但是測試網已經在跑 那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DOT的Quadulema是四難 然後IALTA透過放棄了Total Order 透過放棄了所有事情 一定要照進去發生 就是如果讓所有事情 可以一起發生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那如何做到安全性 這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最後一點我們要談 就是Security 就是說你如果透過Helix Decks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一個 權重最重的一個DAC 來去取代Longest Chain 這件事情 那我們具體上到底是 就是說你用Alpha戰後的說 DAC這樣的路徑會有哪些 可能的缺點 你直接的缺點怎麼會去解決 那Score of DAC 我們要談就是說 因為他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你之所以區塊鏈每一個塊 把他視為時間的問題 就是為了避免事件同時發生 如果事件沒有同時發生 那觸碰比較簡單 那我們DAC就選擇 事情是同時發生的 那同時發生他就算不是有益 他很容易就會產生conflict 因為不同的節點他可能送出去 或者是有很多人有益無益的 會進行doublespending 所以他的conflict比較多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你今天沒有同時這件事 所以你是Asynchronized Network 那你在Asynchronized Nature的情況下 你沒有痊癒 你沒有辦法進行先後 就是說到底哪個是先哪個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用那種方法 你就怎麼講 你如果A就是A這比 比如說UTX在第1萬個區塊被花出去過 他第1萬人一個區塊 你第1萬人一個區塊 如果還要想花的話 自然就會被reject 所以沒有Total Order 對於他進行security 也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OK 那最後問題再來就是他沒有Leader 就代表你在每一個當下 你是沒有一個領袖來去進行 說現在哪個東西包覆在這個交易裡面 哪個哪個交易包覆在這個塊裡面 哪個不包覆 因為他沒有塊的概念 他只有交易 沒有一筆交易這個概念 不過他留下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就是他現在是節點 每一個不同的節點 他都會有一個位置 他就叫一個權重 或者說一個mana 就是在實際上的設計而已 這件事情就是代表為什麼 這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要提到為什麼這件事情 可以讓IALTA做到他的安定性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正式看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confident部分 我們就去解決了 所有的圖都是從IALTA的這個Paper拿出來的 所以你在IALTA這個UTXO 代表裡面 他每一筆交易都會有他的輸入 輸出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個 還有他的這個UTXO 以及重量上的他的Low ID 就是這筆交易是有哪一個節點 或哪一個這個使用者發出來的 我們從上圖來觀察一下 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箭頭都是有一個綠色指向黃色 所以紅色可以說是UTXO的那個output 那這個input就是由他的這個綠色 那IALTA的設計裡面是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這個塊 就是每一個transaction 他至少要指向兩個 不過這個圖位的簡化 就只有這樣做 那這個圖要怎麼解釋呢 我們首先來看 你同樣一個紅色的這個 UTXO被兩筆 被兩個這個 TXO打包的時候打包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黃色跟橙色這個絕對是矛盾的這個關係 所以這個conflict graph 就是說他們有直接的矛盾 那我們再看右手邊這一個 你再看到這一筆交易之後 你會發現他被三個箭頭打包 你們很容易的看得出來 畫出來就是說 現在這三個是一個三角矛盾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直接的矛盾 可以看到這個 藍色 且藍跟深藍它們所有的直接的矛盾 就是你的資料結構 UTXO可以很容易的畫出這個conflict graph 至少比 至少他在這個 除以double spending的情況下 是比帳本還要 就是比account base還要容易 那除了這些直接的衝突之外 你可以看到一些間接的衝突 我覺得說如果藍色正確的話 那不論藍色最後他所接的 他所包含的這個綠色跟這個黃色 都是跟紅色衝突的 所以他會有一個間接的這個衝突 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no ID的關係 等一下就可以做出一些這個 把這些衝突給排除 留下一個無矛盾的這個限時 或是無矛盾的這個事件集合體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我們現在大家就是先稍微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圖再稍微擴大來看 OK 那我們現在好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圖畫成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剛剛我們首先左邊一模一樣 我們沒有衝突的那一些transaction 我們就把它用白色來表示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從這個conflict conflict tag跟conflict graph中離除 這個conflict graph就是剛剛我提到那種 一步一步你可以看得出來 哪一筆transaction被double spam 你可以在你的 你先點收到資料 你可以看得出來哪些資料被花了兩次 然後他們就可以imply 就可以去理談的資料出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把這個帳門簡化之後 你會看到說他們可以畫得出來 就是他們的衝突性也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 那現在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名詞 要跟大家介紹就是branch跟reality 那branch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這個事件分子就是說你的這個事件 理論上如果這邊有N個事件的話 它是有2的N次方的branch 因為它可以 因為你的這個分子可以包含黃色 不包含黃色兩個分子 那包含黃色之後它可以包含藍色 而包含紫色不包含紫色兩個分子 所以在不考慮他們可能有衝突的情況下 你如果今天有N個事件的話 你可以產生2的power of Nbranch 這branch是所可能的事件 包含就是有A沒有A 有B沒有B 有C沒有C這樣的情況 這是它的這個叫做branch 那什麼叫做reality呢 所謂的現實就是包含盡可能多無矛盾的事件 就是你這個branch要很重 但是它是無矛盾的這個情況下 它就會稱為reality 所以這邊其實對reality其實也有看得出來 就是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現在有這個黃色 你現在想說那黃色可以 它這個branch有沒有辦法產生更多的branch 沒有可能 因為這branch可以下接紫色 所以它現在就是一個reality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包含更多無矛盾的事件 那這個淺紅色本身自己就是一個reality 因為它的這個branch 沒有辦法包含更多的事情 那相較起來 當你看到黃色再看到綠色的時候 它可以產生出很多的這個branch 因為它的branch是說 這邊可以產生一個branch 那這個branch下面可以去包含更多的事件 就這個branch它可以變成 它的reality可以變得那麼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 抱歉 有四個reality出現在這個地方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它做到這個reality selection 不是這個errorism 那就是我們下一集要談到的東西 可是它這個leadless step 如果透過reality-based的這個selectionerrorism 可以做到 就算在沒有同步 也沒有痊癒結構的情況下面 做到無矛盾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這件事 就是說好 你同時 當然你每一個 你要同時快速的計算出branch stack 跟calplet graph 那我們現在看到上圖的情況 現在簡單 上圖跟下圖 我們可以從最左邊來看 當你看到你的每一個交易 其實是有一個nodeID的時候 這個nodeID有一個權重 而且這個權重是每個人都知道 所以你現在看到 比如說黃色的nodeID 它的權重是0.7 那你現在在取捨黃色跟這個紅色的時候 那你自然就把紅色幹掉 就這個reality就不存在 OK 那我們現在看下一步 那你現在在做比較的時候 你又會去比較這個 黃這個 橙色跟紫色這個reality 跟橙色跟綠色這個reality 這個之間的這個情況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reality是比較重的 就是橙色跟綠色這個比較重 所以我們就會把紫色這個也幹掉 所以你在每一部幹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好像現在限量我們這兩個是 這兩個事件是會活下來的 OK 那現在我們在最後一步 我們再看看就是說 那最後這兩個可能的矛盾 就是說我們在 我們最後把這個直接矛盾 就是這個下面這個淺藍跟深藍 再看哪一個都會 哪一個的權重比較重 讓他比較輕的都可以幹掉 所以同時就是雖然我們今天不是同步做到這件事情 但我們在收到這件事件的時候 我們可以非同步的做出一樣的決策 所以我們可以非同步的得出 在這個小小的這個DAG裡面 就是我們就算之間有一些 我們收到這些交易的順序可能並不一樣 可能中間還一些缺漏我們要請求 或者是說我們收到時間也不一致 但我們可以確保我們會獲得一樣的這個結論 就是我們最後也看到說好 最後獲得獲勝的這個限時 也就是獲勝了這個無矛盾的事件集合 最大的話就會是在右下角這一個 也就是說我們最後獲得的這個DAG 就會是掌右上角這樣的形式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右下角這conflict的情況 他把矛盾的部分都排除掉 所以他無矛盾 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這個情況 那講了這麼多 到底這個整個IHR的設計或是整個 為什麼他要這個DAG 他做了這麼多事情 他的設計哲學是什麼 就這我覺得用了IHR目前這個算是 他這個核心跟溫心之一的Hazmog講這句話 也就是說我們當今的這些DLT 之所以必須要依賴Total Order 就是說你用區塊鏈這個資料結構 雲在於你的資料結構 如果無法去理解什麼是衝突的話 你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讓大家都有一個權域的結構 讓大家follow的權域結構 自然就排除掉的頭 但如果你在你的第三次帳門革命 也就是你蓋有了收方、罰方 跟這個transaction hash的情況下 你在每一個transaction 再加上一個noID的話 你就可以讓這個帳門可以辨識出錯 這也是IHR在共識跟在資料結構上面 做出的一個革命的發展 可以說這是他過去5年 也不是2017年到2020年都開發時發 到2021年開始開發成 到今年開始進入 這個delivered shipping這樣的情況 可以說這是他的這個設計哲學 那當然看什麼本身就是剛剛我提到這個 reality-based這個整個平行宇宙共識的 這個提出者 那當然比較熟悉資訊科學的人會講說 我們可能會知道有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FLP-SERN 就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在一個不同 而且決定性的模型裡面 你沒辦法同時達到三個良好的性質 就是說他會在一定的時間內達到共識 這個這個有response 然後他要達到共識 他要能夠容錯 所以你現在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你either就像是區塊鏈一樣 我們把這個synchronization加緩 然後這樣就沒這個問題 但是IHR絕對不會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會做的事就是說 我們把determination拿掉 所以在實作的情況下面 其實他在每… IHR會有一個nostic 就是你一定會有一個 想要做這個網上的這個隨機變數產生 你再無論網上一個隨機變數 你就可以像是他網上一個 不定時會跳動的這個心跳一樣 他會去產生一個final 所以其實IHR實際上 他就是這個多重宇宙共識第一層 然後為了避免FLP說指出了 Asynchronized Network 可能無法達到三個優秀性質的情況下面 他還跟上第二層這個 非決定性的你可以心跳的一個 這個HRB來達到訪拿到體 所以他其實是有兩層的這個控制 只是我們現在今天談到的重點 是在第一層而已 但如果我給大家要問的話 我先把這個第二層 他可能遇到的一個情況講出來 OK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我要談的這個關於 IHR跟關於他這個 資料結論關於他共識的部分 感謝大家的收聽 這個 歡迎大家問問題 現場各位有提問 我看是SYGO沒有問題 OK 我時間還壓得蠻準的不錯 差點可以時間 那我 SYGO上面有個問題 是說目前IHR相容EVM的進展嗎 在真理之前 你剛剛明明看到什麼 喂 目前IHR相容EVM的進展嗎 還有他目前IHR在DeFi發展的狀況是怎麼樣 EVM我們知道在Later 1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UTXO 你沒有辦法容易的直接去整合 EVM或的SYGO 當然你可以去學Carnano去做 Extending的UTXO來跑智能合約 但這樣的話你在每一個 你在每一個finality的時候 你的那一個UTXO只能跑一次交易 就相當於你在每幾秒的時候 你的SYGO 也是全網只有一次的情況 這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IHR的做法是 他把資產 也就是包含了Token以及NFT 放在Later 1 由Later 1 Concentage直接Garanty 但所有的Execution Layer 是放在Later 2 然後把Later 2 你上面要放的BM 你要放Tandeming Core 還是說你要ROSS去跑一個LACE 然後拿在Later 2那裡沒有問題 但Later 1本身是不會有 Generalized的這種 small contract platform在Later 1 那當然UTXO 本身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包含了 比如說你可以做到Atomic Swap 所以你從IHR的一個Later 2 跑到另外一個Later 2 是可以透過這個Felix的Later 1 直接做到Atomic Swap 你不需要透過橋 他可以直接做到Later 1的Garanty 那當然你如果有在Later 1 UTXO 你也可以跑比如說 你也可以跑閃電網路 或者是你也可以跑那種 過一段時間就會失效 Tanlock Hatch Contract 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在Later 1 主要是想要保留一個 Ledger如何快速 便宜去中心化 你的便宜就是到0 已經是最便宜的這個情況 那計算的部分 交到Later 2去處理 所以這是他現在發展的 這個設計方向 就是我可以說他在整個設計的架構上面 是去參考或者致敬 非常多不同的專案 就是Later 1、Later 2分離 很明顯可以說是一個 類似Ethereum的設計方法 那Later 1、UTXO這件事情呢 可以說是比較類似 比如說 抱歉 有要問問題嗎 Sorry 沒有 待會還有一個問題 好 請問 好 就是 Client 是不是可能 或收到全部的Stack 然後Reality 就是他的HeavyStack 還能夠決定嗎 就是確實他並 他不是無止境的Asynchronized Network 因為他確實有一個finology 可能會在幾秒鐘之內產生 就是說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randomized factor引入之後 確實他的這個randomized 不會就是Hard-based 一秒鐘到一小時的這件事 所以他確實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會抵達 但是如果relative-based 也就是這個paralleled universe Contexus運作良好的話 他的TPS 在目前的測試完 應該跑到幾千不是問題 而且 由於他可以有效的去利用 每一個節點的硬體的情況 至少在相同硬體的情況下 他的效能應該可以跑到Vislana還高 而且重點是 他不需要反覆的 大量的Volting Transaction 所以對於Computation的這個 Complexity 的這個 壓力也比較小 所以我只能說 他可能 他不是無限好 他可能只好10倍或100倍而已 這是畢竟 這是 他當然實際上還是有一些限制 不過畢竟這個 他不是好10%就對了 好的 那 那這邊還有一個問題是 IOTA好像在工業層面參與 制定很多標準 那實際上IOTA在End-User 未來有機會碰到的標準可能會有哪些 像是車聯網或者是智慧家電 或者是感測器網 目前IOTA發現最有趣的情況是 雖然東業制定有在喊 他們IOTA也在推計 企業也仿佛有要採用 但是Crypto的Mass Adoption 看來是在Crypto內部發生的 而不是透過跟Web都或透過 Industry合作而產生 所以IOTA目前整體的PV方向 是從大量跟政府的合作 轉向如何做出一個良好 可以運行small contract跟Token跟NFT的一個Layer 1 Layer 2架構 所以他會在保持跟過去政府跟企業良好關係的情況下 把多數的資源 挹注到把自己變成Crypto Mass Adoption Ready 這個情況 而不會再強調就是說 我們就只是跟政府關係好 但我們絕對做不出DeFi 也做不出NFT 就是Alpha已經認識到了 Crypto的Mass Adoption 可能是源自Crypto本身 好 那這邊又有最後一個問題是 目前IOTA似乎有推出DIT的應用功能 好像還有IOTA Low PIM 那這樣是不是又表示IOTA Mainnet 已經解決交易Basnet Channel的問題嗎 這些東西在設計的時候 很有可能它首先是在我背景上面 這個Sumer Testnet上面進行 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至少IOTA 2.0 不是已經完成了所有的開發工作 所以現在IOTA 2.0的開發工作包含 比如說你的Permanent Node 如果去Punch掉那些沒有用到的資料 這些東西是還在研發中 就是它已經做到最後一步 但是還沒有結束 但是當然IOTA Low PIM 可以已經同步開始研發 而且或許它並不需要做到2.0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只是要應用的話 你可以在沒有那麼去公信化的情況下 也可以去研發你的這些應用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肯定 IOTA現在重點是在於 我們如何做出良好的Layer 1那些性質 那DECENTRAL來說 可以最後一步再把這個服務人拔掉 如何在Layer 1能夠做到良好的 比如說Token issuance跟NFT 跟如何做出良好的Layer 1跟Layer 2之間的這個 roll-up跟如果Pullback data到Layer 1 這是IOTA目前的核心 就是IOTA學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在於其實End user跟企業也沒有那麼重視去中心化 就這件事可以最後再做 我們先把別的能做事都先做完 最後再來做去中心化 否則如果做完了去中心化再來開發這些東西 可能是2025年了 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時程上的落差 供電大戰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對不對 那我們感謝 韓維基的分享 謝謝大家